土城環保站一個月一次大型回收日 每一塊分類區 志工都忙得不可開交 成熟方難得來做得格外認真 大概一個禮拜或者是 一個兩個禮拜嘛 我會把我公司的這些飯盒啊 多了一台摩托車可以載 我都把它賣過 資源回收區志工雙手不平 廚房則有另一群婆婆媽媽 忙著做好菜 靠賞大家一整齡的辛勞 色香味的菜色出國後 志工開始著手碎末大掃除 從廚具碗盤的清洗 到冰箱 廚櫃的整理 甚至抽風機 流理台 全都要去除不夠 其實就跟家裡一樣啦 因為我們家裡有時候 東西就是放久了 然後就沒有去把它處理 以後它就越雞越割 有的就是放到忘記使用啦 那就變成是一種浪費了 那大家來一起整理 它環境變得很好 很乾淨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做環保 大家也會做得很欣喜 下個月就要受贈的陳佳琦 第一次參與慈激大家庭的歲末掃除 在資深志工身上寫到了樂於付出 還有遇事不怕的承辦 因為未來也是想說不要讓延長的肢解的 來這邊做這些事情 然後年輕人應該要付出多一點 然後覺得大家在一起然後和護血 這有些事情做得就很快 就很開心 環保志工的家 大家一起用心整理乾淨環境清爽了 之後做菜或回收也能更加事半功倍 大新聞這是美之工蕭敬文台北報導